若多死 不能立家 不暇大修斋戒 一心情境 有空闲时端正深陷 决于去忧 此心尽尽 这一小段端心尽尽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落实 下面第二小段 不当承诺嫉妒 不当贪贴皆喜 不得忠悔 不得怀疑 要当孝顺至臣周信 这个几句 是叫我们要断无修选 举了几个例子 下面一段 当心福尽于身 当心作善得福 奉持如是登法 不得亏使 这几句是 身心因果 后面四位书籍 欲得渡徒 昼夜常念 愿予往生 阿弥陀佛 清净过渡 十日十夜 乃至一日一夜 不断绝职 这是叫我们忙中念佛 工作很忙 我们一个月找一天一夜 年二十四小时 如果能有长假 放长假的时候 十天十夜 念十天福 通常用七天就打个 精进夫妻 但是 精进夫妻 这一段经文 必须要做到 受众 借得往生几苦 你在这一生当中 曾经打过一次 精进夫妻 或者是 曾经十天 十天十夜 修过这样的功德 灵敏宗师会想 独能往生 乃至一生当中 只有一次 一天一夜 可是 前面这些条件 统统要去除 要端心 要端心 静静 端卧修善 身心因果 忙中念佛 妙音 后头这一句 受众 借得往生其苦 这妙果 妙音 妙果 这波精 确确确实实 稀有难逢啊 太殊胜了 我们有心 在这一生当中 能在这一生当中 能与他 要生欢喜心 要生感恩的心 念老的注解 是右面 这段经文 第三类 我生正恩的第三类 有两句 这个两句是两段 我分的比较细 分了五段 分了五段 第一呢 修行事项 这个是件事 念拉分的 是 到至尘中心 下面忙里偷写 正念得算 从当心佛精于神 到往生其苦 他分这两段 此类 指 事物 繁独之人 如果我们平常 没有这么多事情 那要把境界提升 提升到前面 两个页 真的工作特烦吗 平素 瑕疵甚少 平素就是 很少有得行的事情 那么现前的社会 一般人 都生活在竞争之中 跟古时候的社会 完全不一样 古时候社会 人是 人性是定的 为什么 没有竞争 现在好像不竞争的 就活不下去 其实 这是错误 是一个很错误的 观念 我们自己 把自己 逼上良善 实际上 实际上 不竞争 也能活得下去 也能过得很自在 活必去竞争 胡小林 没学佛的时候 天天跟人竞争 学佛之后 明白了 觉悟了 认真落实 弟子规 不跟人竞争 他告诉我 反而业绩 拟拟 拟拟上身 并不说不竞争 这个事业就做不下去了 这不竞争 比以前做得更好 更殊胜 这才恍然大悟 发财是命中有的 命里面既然有 后面要去增 那没有觉悟的人 那一天 闲暇的时间 很少 所以 未能大修 拆解 跟一般真修行 老修行 人不能比 更难于一心情境 这一心情境太难了 你说他每一天的妄念多少 杂死 太多 说如是之人 当努力行人 这一句话 劝得好 应该努力多做好事 多闲善 多积德 变因 并且应该 并且应该忙里 偷袭 一定要找一点 闲暇的时间 去念 善自实际 你会挑选 在一年当中 挑选几天 的假期 假期 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 到外面去旅游了 那很可惜 应该这几天空闲的时间 好好的来念 日夜不断 日夜不断 日云也即休 能够有几个同参道友在一起 就是这一句方法 念到地 那最好的方法呢 可以依照 应光大师 所用的方法 他老人家用了一辈子 念佛真成就了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不时空过 一定得往生 这个地方 定的两个字 是关键 只要你不浪费时间 有空闲的时间就念佛 你也会一定得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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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